小長假 靜悄悄 旅遊收入 躲貓貓 夢遊出行零消費 地球一上走一遭 胡錫進往哪逃 趕飯上逮個正找 雄聞閃背404 氣得老胡戰狼嚎 大白哭大白笑 全力成了催命藥 動態精靈生見消 折騰大線眼瞅道 不好 全力藥 死翹翹 快人快語 天下事 京腔京韻 老北京 各位茶友 各位觀眾聽眾 大家好 歡迎光臨歡樂醒腦的 品大碗茶 聽大實話 我是劉卓 我是李正 茶碗一挂 段子先行 開碗上段子 話說 五一假期結束 旅遊收入破記錄那喜訊 遲遲還目有來 已經來了 真的 哪有啊 哪有 中國網旅遊專欄 五一國旅遊收入下滑超40% 跨省遊冷靜 帳篷爆火 完 不是遲遲不來的問題 是徹底不想來的問題 《華夏時報》就說 在這個可能是自從有五一黃金周以來 最心如止水的小長假平靜度過之後 沒錯 旅遊業仍然需要繼續在蛇伏中等待轉機 趕緊回屋繼續冬眠去 即使今年以來已經陸續錯過了 春節清明五一三個傳統的收穫季 一風再風 一錯再覆 旅遊業這是要徹底瞎咪呀看來 專欄作家賈家推了四張圖說 朋友發的五一假期的麗江古城 這美倒是真美 勁兒有點滲得好 嚇人的美 忒慘淡了 都讓封城核酸給鬧的 誰說不是啊 有個女孩給男朋友打電話 想約男朋友五一出去玩去 小長假必須出去 就看那哥們回信 算了甭出去了 不出去多難得放個假呀 難得 行非去也行 你要非去不可就這樣 我帶上你 你帶上碗 我負責喊 你負責哭 喊要飯去 不要飯怎麼辦呢 真沒錢呢 是這封城沒收入了 那倆人見見面吃頓飯不也成嗎 千萬別來 這人也忒不熱情了 熱情 那行啊那您就來吧 來也行這樣啊我完全接待 那這還行話 來之前您打個電話我好關機 關機這事不想出了呀是 不是不想是蹦子兒目有啊 那沒錢就窮油唄 我倒是想窮油呢 人月收兩萬的出國油 月收一萬的國內油 月收五千的花生油 嘿好這五千都只能上超市油了 唇貨去像我這種蹦子兒目有的只能是 什麼油啊 夢油 難不倒他了 夢裡邊油真不封城啊 是的出國還不用搬護照呢 對對您甭說呀 我還真經常到各國家溜達溜達 您不是沒錢嗎 沒錢我也能賺啊 不花錢我在地球儀上賺 下手輕點兒吧 您留神把地球儀給賺暈了掉漆了 您說是不是窮人的生動血招 真夠生動的 黨中央大手一揮 直接把方向指動態清零那去了 缺撒字 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 倒楣就倒楣不動搖這撒字上了 網友怎麼說的三年疫情慾望下降 19年想去國外看看 20年想國內看看 21年想出城看看 20年3月想出小區看看 敵人的包圍圈是越縮越小了 20年4月想下樓看看 五一小長假只能趴窗看看了 我徹底上門口的封條給套牢啦封條 封條能好使嗎 掛著大鐵鏈子呢 兩條雙保險 無語 您說這日子讓黨給折騰的 要忙沒忙全歸零了給 黨的好幹部表示 您這觀點屬於典型歷史虛無主義 說什麼呢 要看積極的一面成績還是很多的 還有成績 請看東方早新聞 說什麼呢 說什麼 上海市4月份離婚率首次清零 沒移離婚的 那也得有人給辦呢 這記錄據說至少可以保留100年 就怕一點瘋全找不回去給 此外呢 4月份上海市然很多難以超越的記錄 什麼記錄啊都 第一全市無酒駕 就剩喝高了的無人機了 第二全市無交通違規 無一人扣分 交通事故清零 除了兩架無人機追尾 追尾跟高鐵似的 聚眾賭博這第三 聚眾鬥毆、入室盜竊 還有第三者插足的案件 明顯減少甚至清零 得您攔緊一下 聚眾打鬥這可一點沒減少 比平時還多呢 壯上一光頭鋼筋 你這鋼筋有證據呀 有證據哪呢 北京就有啊 住宴江那邊的小夥子 接著電話家裡又早上去世了 這小夥子趕緊收拾東西奔喪 結果呢想出小區時候 被保安大白一通圍追阻打 這是有點過分 不過輕點打呀 說什麼呢 就不應該打人家 對對對不應該打 對於這種急於奔喪回家的青少年 主要還是應該以說服教育為主 說服教育 奔喪回家憑什麼不讓回家呀 那不行學校有規定 規定這時候有規定 哎必須有規定 咱們來看一案例啊 肯定不是什麼好事兒 一位在校大學生 跟輔導員老師請假 就說 老師您好 打擾了 我三舅老爺去世了 我想明天請假回家三天 行不行啊 這有什麼可請的 準假呀 輔導員表情特別嚴肅 質問同學 你親戚去世 你怎麼不提前說呀 提前說呀 想現在走啊 不行了 學校有規定 教職員工五一期間發熱咳嗽 必須提前三天申請離校 不發燒不咳嗽的時候請假 對 上述條款涉及婚喪的那種 喜事喪事的 對涉及婚喪的呀 只有本人離世結婚 才可申請儘快離校 但凡是參加別人葬禮 別人婚禮 非必要不得走出校門 您確定這是你黨輔導員對學校的回覆 是不是可驚艷 不是驚艷 是驚悚討厭 人家說話怎麼這麼不著調啊 就輔導員的智商能教出什麼好學來 好學什麼概念呢 對不對 提前長點、現實毒打、沒壞處 還沒壞處呢 啊走挨揍比晚挨揍強 經常挨揍 他真皮勢啊 簡直了也是 這幫大白保安輔導員 但凡有一點點權力往死裡用 不用過期作廢呀 不把酒的折磨成餡啊 不想回家抱孩子去了 您甭說呀 還真有人舉報了 這麼說的 隨著上海逐漸解封 居委會幹部、大白警察、還有志願者 一個個低頭大的腦袋 原因竟然是 對組織上這麼快解封有意見 啊 嫌這個權力也沒夠夠啊 是不是嫌跳樓的 色色的還少啊你們 主要不是人數問題 那什麼呀 什麼問題是 手裡有個權力任性的 這種滋味、驚豔的 不願意把權力這麼早交出來 真夠無語的 願得上海網友都說呢 他呀跟小區看門大爺開玩笑 說看了內部消息了 很快就得解封了 當時那看門大爺立馬呆那了 背兒沮喪落寞 神情恍惚 跟錢包溜了似的 就那麼大打擊 所以現在好多上海邊外幹部 老中青樓樓呀 全跟那最後狂歡 末日狂歡 全力眼瞅作廢得玩命用啊 是這事兒有 我看一個上海小視頻 上海鳳前區莊航鎮 被封控兩月以後呢 一個女士帶小孩第一次出門 想到那隔壁小公園裡邊透透氣去 結果好 專業老紅衛兵牌的志願者簡直胸向壁漏 特別蠻橫 趕女士走把小孩都給聲聲嚇哭了 公園是大家的 政府沒開放以前你要記住一點 沒開放以前 你以為政府的舉令都是對的嗎 我們在家裡關了兩個月 對我只聽政府的 關出去 看起來 你看你看這個人 你把我的孩子嚇到了你知不知道 出去 現在 我告訴你 出去 你把我孩子嚇到了 出去 我的公司都沒了 出去 出去 這就是人民的志願者 就是這麼對人的 現在出去 他打我 出去 他推我 把我小孩都嚇哭了 我推你 確實有紅衛兵的氣勢 不過這稍稍誇張了一點點 不就以女的帶孩子溜達嗎 又不是外國特務 在公園買地雷 您不說了嗎 不能放過手裡的權力呀 不用就作廢呀 主要 我看還是鬥爭意識推強 肯定是小時候纏過打砸搶的甜頭 想回味回味 年輕人肯定不存在這個東西 打住啊 跟年不年輕他真沒關係 沒關係 那跟什麼有關係呀 跟誰給的權力有關係 但凡只要你黨給的 肯定就是這麼個用法 算了算了 甭一口一權力了 他們那點就是個打人棍子 那叫什麼權力呀 開玩笑 太叫權力了呀 個別國家自由社會 真不算什麼 就是一份工作唄 黨國不然 叢林社會弱肉強食這地 那權力用起來 不折磨死也得折磨一半死 越說越誇張 我怎麼沒見著誰像你說的這樣啊 甭急呀 我現在就讓您看看 年輕的沒當混兵對吧 您瞅瞅 拿到你黨給了一點小小權力之後 什麼德行 我的媽呀 嚇死飽了 大拳頭差點隔著屏幕砸過來 有點活畜生那意思 這幫玩意不怕給老爺子打出內傷來 被人蛾聲啊 怕權力在手 怕字幕有 願不得都說權力是春藥呢 不是權力是 是你黨的權力是 無產階級春藥 吃了之後絕對是出手狠辣 黨性爆棚那種 呦這您可過獎了 好來話分這人 說實話這幾頭蒜真算不得狠辣 這還不算 不算 瞅盡有人錄像還過來搶 明顯膽不夠大 怕傳出去貪失 那倒是 不過瞅沖國人的模樣也夠凶狠的 不過話說我也是服了 是不是從來沒嘗過權力的資本人都這樣 差不多吧 有個叫小葉曲的都給總結了 怎麼總結 這麼說的 現在是這樣啊 就算只有能管你戴口罩的權力 都好像吃著黃糧那麼優越 說太對了 志願者都能大聲的呵斥你 排隊的時候保留一米距離 特牛啊 更別提囂張跋扈的 巨委會大媽了 那必須了 這是因為什麼呢 被黨欺壓得太久 這些平日底層人士 一旦有了權力 就會報復式的運用 所以才表現得如此淋漓盡致 看這意思 明白了 這跟魯迅說的差不多呀 魯迅說什麼了 我記得魯迅當年在《燈下隨筆》裡邊有段話 這麼說的 奴隸看起來溫順 但不代表著善良 奴性極重的人 對同類一定極其兇殘 因為什麼呀 他們從奴隸主那裡邊失去的自尊 需要從同類裡邊得到補償 別說 這魯迅那胡子說的有點道理 什麼叫胡子呀你 從奴隸主那失去的自尊 需要從同類中得到補償 是這意思 對 對 說太對了 哎呦還感嘆上了 想起什麼事了 特鬥一事 說好了我們給聽聽 其實倒也沒什麼 就是廣州派出所一輔警 明白就是沒事就背鍋那種輔警 這不是最近上門延了嗎 開始收護照 你知道你黨怕韭菜都跑路了 這輔警負責收這玩意 於是乎就發信息 問他負責那片的一人說 我是列德派出所輔警李幹 請問您是不是最近換發了護照啊 現在廣州這邊派出所 正在按照上級要求 做護照清理 麻煩你上交吧 人家私人護照憑什麼上交啊 李幹特理直氣壯 現在非緊急、非必要不出國 留著護照幹嘛 非法收繳護照才有理了 對方怎麼說的 對方特客氣 先是出示了一下護照 之後說CNND 罵上了 後邊還有呢 你這個黑皮 你全家都叉叉 你這份叉叉工作 是做到仇了呀 來者不善呢 聽著這意思 對對對 再瞅啊 這位拿護照 護照是外交護照 完 撞上一外交戰狼 跟外國人那都斷養 還灌你小扶警的脾氣 就是啊 再瞅扶警李幹 已經噗通一聲跪倒塵埃 上來就喊爺爺 爺對不起 我錯了 我暈 這位吸管節也忒靈活了 不是吸管節的問題 是真怕扒了身皮 沒處找飯碗去呀 那萬一這護照是辦假證的一半呢 不成啊 不帶這麼水靈我們扶警膝蓋的你 開玩笑 我看也不像假證 說話風格氣場 跟崴角部戰狼 正哥一欽罵聲 完全臭味相投 鼻子好使天 我現在是理解 為什麼上海網友特別擔心解封以後怎麼活著呢 什麼意思 聽著呀 財經評論員周俊生就說了 說實話我特別恐懼也特別焦慮 真心理素質差 我恐懼的不是自己會不會感染 而是以後我怎麼在上海生活下去 沒聽懂 這一個月以來看到了太多發生在上海的醜惡墮落了 我在這座曾經那麼美好的城市的情感已經荡然無存 清零清的 總有人認為疫情過去就好了 不好還能怎麼呢 我敢斷言 疫情自然會過去 但是疫情裡邊使用過把百姓當豬狗 當醉犯煙的管控手段 將會保留下來的 有點眼光啊 有型的鐵絲網可以拆去 無形的鐵絲網 卻永遠不再會消失了 提前掌握我黨的計劃 核酸今天測的是奧米克戎 明兒測的應該就是您的思想 這位十足青年說的不錯呀 誰是多青年人家是作家 作家有什麼了不起的 在我黨強大的專政鐵拳面前 也只能跟家坐著 那這倒是跟家坐著 不過也甭心裡不平衡 黨的專政鐵拳 一碗水端的味平 對誰都那樣 鐮刀面前韭菜平等 誤判對我黨鐵拳含鐵量嚴重估計不足 估計不足 我們不光對韭菜樹鐵拳 對大大小小各種型號鐮刀也罩出不悟 對鐮刀也罩出不悟 明白了 攪著我雞那自己零件也互相攪 是這麼回事吧 完全正確 眼下就有某個零件被攪的 血肉模糊了 打住啊 您往邊站點 留身健我一身血 這膽小沒有血 不血肉模糊嗎 那是形容 血肉模糊太有礙觀瞻 我們用了更有效的一種方式 什麼方式 清零 啊把黨的人關方倉去了 想哪去了 不是黨內的病毒攜帶者 那什麼攜帶者呀 是精神病毒攜帶者 精神病 倒不是精神病 是思想餘毒沒肅清 膽敢跟黨國這首巨倫 太太尼克號 號二 第總指揮習大的唱反調 等會兒 要是我沒猜錯的話 這人別事兒姓胡吧 等會兒 一尊身邊的小四 有您的書必兄弟 不用 那你怎麼知道的 菜的 菜的 我們洩露什麼機密嗎 不是洩露秘密 是我看茶館節目說過 胡錫進的連環正電 哦 來一皇軍 既然您這次沒誤判 那我也就不瞞您了 真是老胡啊 除了他還能有誰呀 又怎麼了 又大放角色了嗎 這次放的不是一般絕呀 直接絕一尊手指尖上去了 嘿好 這位要山燈絕挺我為瘋 趕緊跟我們說老胡的壯舉吧 壯特壯 直接壯力犧牲了 一舉成為烈士 5月5號小長假上班之後第一天 胡烈烈同志在微信公號 到胡錫進觀察上發表重磅博文 北京北水一戰 嘿喲要開戰 之後啊 瞬間被黨的鐵拳直接砸翻在地 並踏上404之腳 再也無法翻身了 齊活老胡再想蹦下來刀盤 腰不改力了 404底下壓著呢 胡烈烈烈烈道 今天劫後第一天 在全域推行居家辦公的北京朝陽區 比前兩天更安靜啦 老胡不光鼻子好 耳朵也靈光 自私的講 老胡有汗烙保收的退休金 清零對我是最好的 來一波疫情 就甭管花多的成本 清零一次 我就在家貓一陣 然後去安全的社會面 在家貓一陣 有什麼不好的呀 老胡話裡有話呀 我們聽後邊重點 抗疫的目標 其實是倆 保生命安全 保經濟少受損失 這是習指揮指出來的目標嗎 一旦抗疫成本 比疫情對經濟的打擊還要大 情況就會變得 十分糟糕 完 開始繞圈譴責了 這是 所以 我強烈希望北京市能夠在控制抗疫成本方面 形成一突破 危險啊 講成本不講政治 清零很重要 but 只有成本可控的清零 才有意義 完六 老胡把棉簽直接戳一尊那鼻孔裡 下一段重點 我們肯定不能用不斷封城 切斷地區之間的聯繫 來維繫低傳播 得 一尊用什麼 老胡不讓用什麼 那樣所導致的後果 將比在其他國家看到的失控後果 更加嚴重 得 一錘定音了 帶來一系列國內問題 惡化中國國際環境 蓋觀論定 齊活 上海失憲了 北京如果也守不住 人們的綜合信心 將受到沉痛打擊 社會心理防線將被徹底擊穿 不好 老胡預言北京要失守 所以北京市的使命 或者鑄牢低成本抗疫的底線 反不到 或者把實情 乾脆您就告訴整個中國社會吧 老胡的意思說這黨撒謊 但是前者需要智慧 後者需要勇氣 共同維繫的是實事求是這條生命線 行了四頂帽子全來了 沒智慧、沒勇氣、愛撒謊、要休克 齊活 胡叼是不是忒敢叼了 把老胡氣得 當時就把桌子掀了 腳開幹了 嗷嗷嗷嗷嗓子 今兒晚上 樣視大股產 人民日報、新華社 見 老胡要胡了喲 海報都出來了 針鋒相對 堅決克服輕視、無所謂、自以為視等思想 老胡的思想 堅決通一切歪曲、懷疑、否定我國防疫方針政策的言行 做鬥爭 老胡呢 趕緊出來接紙 說你呢 不不不 不行不行 老胡忙 正跟著學習呢 說什麼呀 您瞅老胡微博轉發的視頻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5月5號召開會議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 並發表重要講話 我們的防控政策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 我們的防控措施是科學有效的 我們打贏了武漢保衛戰 也一定能打贏大上海保衛戰 完徹底尿了 不會突然蹦起來高喊吧 堅持動態精靈不放鬆萬歲 好嘞 送人好茶、手有餘香 歡迎您訂閱、分享 老秉茶館 下回節目再見 再見